胡仁顺医院指出 依身心障碍者权益保护法第56条 公共停车场应保留2%停车位 作为行动不便 身心障碍者专用停车位 而目前花莲市收费停车格 总数为1753个 经查身心障碍停车格 在花莲市区仅有30个 占比约1.7% 身障停车格尚未达到标准 就像这样的 比较宽的一点的 能多一些这样的 我们去停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被一般民众给占走了 因为我们就没办法停 所以位置真的很少 县衣胡仁处呼吁县府相关部门 应该要及早将身障停车格设置完善 并增设身障机车停车格 以及宣导非身障者切入 占用身障专用停车格 为身障朋友争取应有的权益 那如果说市区的这个东西很完备的话 那是不是就可以提高他们的社会参与力 他们可以自己出来买东西 他们可以自己出来 甚至去市工所 我们最常要去市工所做什么 就是申请那个补助 那如果市工所前面也有这样子 又会让我们身障朋友可以这样 很通行无阻 那是不是我们都可以不用麻烦我们的家人 我们自己都可以走出来这样子 这是我们这次的诉求啦 我们目前我们身上的机车格 这个能量不足 那也导致我们很多身上朋友 在寻找车位的时候并不是这么容易 那所以都会停滞我们机车格上面 那当然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问题 第一个还是希望我们的身上的机车格能够增加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警方在执法的时候 也能看看是不是我们身上者的机车 来能够不要直接来告发啦 能够来请我们身上者 能够来去移植我们这个车辆 肢体协会理事长表示 身上专用停车识别证需要经过评估后核发 也呼吁没有身上专用停车识别证的民众 切勿将汽车机车 脚踏车停至停车格内 像我们有电动轮椅以后 其实它就像我们的脚 对我们说实在很方便 所以我们也会自己出来活动 因为我们身上者要出来 购物或是需要摆东西 常常找不到停车的地方 尤其那个机车的三轮的机车 停车格都找不到 它占用两个位置 所以说希望能多一些 让我们身上者 大家都能够走出来自己购物 这是我们的需求 对身上者而言 面对长期需要仰赖照顾 往往是一种有口难言的压力 如果能够自己外出采买逛街 身上停车格对它们尤其重要 以免影响了身上者使用的权益 以及增进身上者社会参与的机会 记者林杰花莲室采访报道